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旧情难忘 还是另有原因 友谊欺瞒的背后 到底有啥印情 后来我遇到刘洁了 然后我就告诉我前夫说我要结婚了 替前夫还钱的女友 法在身边正在讲述 前段时间呀 刚出差回太原的刘洁 本来打算着在女友小秦生日当天正式求婚 给女友一个永生难忘的惊喜 可是呢 当她带着精心挑选的礼物去找女友的时候 这惊喜呢 没送出去 反而得到了一个天大的惊吓 竟然啊 查无此人 就这个地方 我进去打听了 他们都说没有这个人 刘洁说 女友小秦之前告诉她 就是在这个地方租了房子要开养生馆 可现在她找到这个地方却被告知 这里压根就不是什么养生馆 而是一家酒店 难道是刘洁找错地方吗 看出了我们的疑惑 刘洁当即拿出了手机 记者看到 刘洁出示的这份租赁合同里的地址 跟现在这家酒店的地址一致 那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要想弄清事情的真相 还得联系刘洁的女友小秦 当着我们的面 刘洁拨打了女友小秦的电话 刘洁的话音未落 没想到小秦就挂断了电话 等刘洁在打过去的时候 语音提示小秦已经关机 看到这种情况 刘洁是怒火中烧 他实在不知道 女友为什么要骗他 也不知道这份房屋租赁合同 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我们的安抚下 情绪缓和下来的刘洁 跟我们说起了 一年前他和女友小秦 相识的经过 我俩是通过微信摇一摇认识的 他说他这一家养生馆当经理 为了业务发展 需要经常添加附近的陌生人为好友 刘洁今年30岁 女友小秦比他小两岁 刘洁觉得 小秦年纪轻轻就当了经理 事业心肯定很强 之后他跟小秦相约在养生馆见面 他发现小秦不仅人长得漂亮 而且嗓音甜美 是他喜欢的类型 于是就开始追求小秦 听到小秦的话 刘洁并没有退缩 经过反复考虑 他决定继续追求小秦 小秦被打动了 两人发展成了恋人 不久 小秦告诉刘洁 他想辞职 自己开一家养生馆 我晓得他当地历这么多年 不管是人们还是经营方面 都没问题 以后我俩要是结婚了 就是一家人了 我出资他经营 收入提高了 我俩的婚姻才能美满 幸福 也算是为了我们的交来考虑 按刘洁的说法 后来他因公司业务需要出差了 过了一个月 小秦打电话告诉他 找到了一个门面房 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方便 附近都是高档住宅 如果把养生馆开起来 生意肯定红货 接着就给他发了一张 门面房的照片 刘洁呢原以为 女友小秦是要给他惊喜 于是就耐心等待养生馆 开业的那天 这不刚出差回来吗 他还想着把养生馆 当成聘礼 正式向女友求婚呢 却发现啊 女友小秦压根就没有开养生馆 这个房屋租赁合同 它也是假的 如今呢 更是关机玩起了失踪 这时呢 刘洁说 他知道女友小秦 在哪租住 说着呀就赶着过去 那么他能见到小秦吗 对于发生的这些事情 他的女友小秦又会给出 怎样的解释呢 敲了半天 却始终没有人应门 万般无奈之下 刘洁就拨打了小秦房东的电话 试着打听起了小秦的情况 不料 却听到了一个让他难以接受的消息 叫小秦退老花了 他为啥退房了 他老公哄哄啦 听到房东的话 刘洁的神情显得有些落寞 小秦怎么会突然离开他跟前夫复婚呢 心有不甘的他 接着又联系了小秦之前的同事 打听到了小秦前夫家的位置 经过几天的蹲守 他发现 小秦每天下午三点左右 都会带着一个两岁多的孩子 到附近的公园去玩 这个发现让刘洁震惊了 这个孩子是谁的 怎么从来没有听小秦提起过 他不敢犹豫 赶紧上前拦住小秦 起料 小秦一见刘洁就气不成声 对不起 我错了 你为什么要骗我了 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 小秦放声大哭 说他现在也是被逼无奈 不敢面对刘洁 只好像鸵鸟一样躲起来 那么小秦到底遭遇了什么事呢 他是不是真的跟前夫复婚了吗 对于这些问题 小秦赶紧进世 我对他已经没有感情了 也不可能去跟他复婚 小秦没有复婚 这下刘洁悬着的心 总算是放了下来 这时小秦接着说 前夫陈斌好赌 欠下了不少钱 一年前两人协议离婚 约定孩子由前夫抚养 小秦每个月给一千元的抚养费 两人名下的房产 一人一半 各自债务 各自承担 后来我遇到刘洁了 然后我就告诉我前夫说我要结婚了 让他把房子卖了吧 然后把钱给我 我不想再跟他因为这房子的事情再纠缠了 然后他转头就跟亲朋友说我俩离婚了 还说是我的问题 还暗示说我在外边有人了 小秦没想到 他按照离婚协议的约定 想要回属于自己的财产 竟被前夫泼了脏水 钱没到手 还惹了一身麻烦 他就气冲冲地去找前夫理论 他说他离婚的时候没有考虑清楚 我要和刘洁结婚的话 我就得帮他还一部分赌债 那我肯定不同意啊 我就说那你把房子卖了吧 然后还了赌债 他说这房贷还没有还清 这房子还卖不了 女友离婚后 竟还替前夫还赌债 他是说让我先帮他还钱 然后这房子就是我一个人的 如果说我不帮他还钱的话 也就没有人再帮他了 前夫涉嫌盗窃 他提议报警 却遭到女友的拒绝 我不想我的孩子长大以后怨我 面对现状 最终他会作何选择 他的四十万元还能否要得回 我对你这么好 你都不告诉我 你还有一个孩子 还编造谎言骗走我四十万元 这不就是诈骗吗 替前夫还钱的女友 他在身边正在讲述 听了前夫的话 这小秦也没了主意 可他呢也没有能力 一下子把房贷还清 跟前夫彻底分割清楚 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 前夫陈斌提出了一个方案 说呢 你不是有男朋友了吗 让你男朋友帮忙把这个房贷还清 然后呀咱们再把房子卖掉 小秦觉得 哎呀这也的确是个办法 那么小秦为什么不如实地告诉刘洁实情 反而是要以创业为名 先后骗了刘洁四十万元呢 一听这话呀小秦呢 哎更委屈了 我以前妈跟着我前夫吃了可多苦了 我觉得谁有也不如自己有 我就想着说 在跟刘洁结婚之前呢 先跟我前夫呢 把这个财产分割清楚 这以后也能给我的孩子一个保障 可是刘洁不知道我有孩子 我也开不了口向他借钱 我更怕说他以后拿这个事情来说事 小秦很要强 情急之下他就想出创业开养生馆 让刘洁出钱投资的计划 他本来想利用刘洁对他的信任 拿到钱之后把房贷提前还清 等房子卖出去之后 慢慢地把钱归还给刘洁 但是他没想到 四十万元刚到手 前夫陈斌就被要账的人打了 住进了医院 他是说让我先帮他还钱 然后这房子就是我一个人的 如果说我不帮他还钱的话 也就没有人再帮他了 权衡之下 小秦就答应了 先帮前夫陈斌还了赌债 可是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前夫出院后 非但没有陪他去办理过户手续 反而趁他不备 从他的微信里转走了十万元 如今不知去向 为了证实自己的话 他当着我们的面 拨打了前夫陈斌的电话 见此情形 记者也用自己的手机 多次拨打陈斌的电话 电话终于接通了 对于为什么偷偷转走小秦十万元 陈斌竟还有着自己的道理 小秦的前夫陈斌承认 小秦的确帮他还了四十万元赌债 他也的确承诺会把房子给小秦 只不过他觉得小秦微信里的那十万元 是他们两人婚姻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 是小秦偷偷瞒着他藏起来的 听到前夫陈斌这么说 小秦立即火爆三丈 你胡说八道 还有没有良心啊你 那十万块钱是我离婚之后自己挣他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把钱拿走了 让我和孩子怎么活呀 那我管不了 你不是也跟别人说 我这儿欠钱 那儿欠钱 这是不是事实 是事实 但是别人不知道 现在别人都知道我离婚了 觉得我就是个失败者 我现在到哪儿都借不到钱 这还不是拜你所赐 从两人的争吵当中 我们得知 小秦的前夫陈斌离婚之后 债务缠身的状况 并没有因此得到改善 为了偿还赌债 他私下还倒腾过几次小买卖 可最终呢 都是赔得血本乌龟 每当债主来催讨欠款的时候呀 他就后悔 当初离婚的时候 怎么就没让小秦 帮他分担一部分债务呢 后来啊 得知小秦离婚之后 很快找到了一中人 而且呢 就要和对方结婚了 他的心里是越想越不平衡 于是就哄骗小秦 必须还清房贷才能分割房子 而这小秦呢 竟然还信以为真了 这才会打着创业的名义 让刘洁转了四十万元 只是他也没想到 后来呢 他用四十万元帮前夫还了赌债 前夫竟然还不领情 还偷偷地转走了他十万元的存款 那么眼下他又该怎么办呢 在前夫和刘洁当中 他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小秦信誓旦旦地表示 善良踏实的刘洁 才是他一生中最值得信赖和托付的人 他决定 以后要用真心去对待刘洁 要用真情去弥合两人感情中出现的裂痕 他希望刘洁能原谅他的一时糊涂 听到小秦的话 刘洁沉默片刻 之后却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我对你这么好 你都不告诉我 你还有一个孩子还编造谎言 骗走我四十万元 这不就是诈骗吗 刘洁生气地说 小秦利用他的信任隐瞒事实 还以创业为由 一步步骗走他的钱就是诈骗 那么小秦的行为到底够不够成诈骗呢 对此我们也咨询了律师 构成诈骗罪的话 要符合以下几个要素 一个是虚构事实 或者是隐瞒真相 再一个呢 是要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为这个目的 那我们看 小秦确实是虚构了个 以开设养生馆这样一个名义 来从他这个男友这儿呢 借走了四十万 实际是用于了 这个钱夫这个债务的一个偿还 但是呢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小秦有没有 想非法占有这个钱财的目的 如果有的话 那他就有可能构成这个诈骗罪 听到律师的话 小秦也悔不当初 当着我们的面 他一再向刘杰保证 他会慢慢偿还刘杰的那四十万人 我知道你对我好信任我 先追回微信里的那十万人 谁知小秦此时却连连摇头 他是孩子的爸爸 如果说这盗窃成立的话 他就有污点了 这孩子以后也要受着影响 我不想我的孩子长大以后怨我 事到如今 看到小秦还是优柔寡断 刘杰更火大了 他觉得 小秦就是放不下钱夫 对钱夫还有留恋 况且 他也接受不了 小秦有孩子的事实 最后他决定 先给彼此一段时间 再慎重考虑 两人的感情问题 你好好想想吧 你好事为之 小秦的前夫陈斌 因为赌博恶习 欠下高额债务 不但拆散了家庭 而且还可能涉嫌盗窃 锒铛入狱 而小秦呢 因为一时糊涂 以创业为由 欺骗男友 帮前夫陈斌反赌债 最后前夫不但不领情 还失去了 现男友的信任 而且还背上了 巨额债务 不管是处理感情 还是其他问题 都需要理性对待 切勿因一时糊涂 而暴恨终生